两台救护车急忙赶赴空袭现场 以色列朝加萨走廊 发动无人机攻击 伤者包括半岛电视台加萨分社社长达赫度 和摄影师阿布达卡 路透报导指出 他们当时在加萨采访时 被以军无人机飞弹攻击 据统计目前已经有90名记者 在以哈战争期间殉职 与此同时 以军坦承在西吉亚区和哈马斯交火时 误将三名人质当成威胁 并开墙射杀 造成三名年龄介于25到28岁的男性人质死亡 对此以军深感悔恨 同时表示将展开调查 不过这起事件也引发 以色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国际间目前希望加萨立即人道停火 但在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上 以色列和美国却联手投下反对票 导致停火案空转延宕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重申 如果停火就等于是背弃人质 即使联合国大会153国投票赞成停火 但加萨和平显然遥遥无奇 以色列空袭持续 目的是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 才肯罢休 记者综合报道